我真的很喜欢这份资料报告 中华征信所的调查 针对高价值的专利 一家企业握有专利越多 越是winner 赢家 没想到我们台湾三家企业 台积电 广达 人宝 在握有高价值专利上 完全完胜了三星 就算其他家没有完胜三星也没关系 手上握有的高价值专利多得不得了 鸿海 河硕跟伪创资通 进程请上来 我们还是先弄懂 中华征信所到底这份调查有多重要 好的 我想起因在于 国际上的无形资产越来越重要 评价也越来越高 而且担心所谓侵权的问题 所以我们中华征信所针对五千家 台湾的企业 前五千大企业 来做一个调查 我刚才讲过 无形资产的评价需求在增加 所以他推了专利禁职调查报告 这个报告呢 针对我们国内五千家来做一个统计 国内的五千家企业 几乎大大小小都包进来了 对 大大小包进来了 就是照营收排名 排名前五千家公司来看 其实台湾的 其实你看有时候我们看国高中生去比赛 发明奖 台湾都拿金牌银牌回来 其实台湾的这个专利申请在全球也非常的多 我跟你讲台湾的小朋友 像高中生大学生去德国比那个专利比赛发明奖 常常是第一第二名的 对没有错 所以台湾专利申请量连续五年都在七点二万件以上 非常多 各行各业里面申请的都非常多 包括金融业有很多啊 这个人工智慧的金融 各方面也可以去申请金融 那里面来看 鸿海的总专利数呢 就一直累 这么多年累计下的有七点三万下 遍布全球十五个国家跟地区 非常的多 你不要小看鸿海专利数这么多 遍布范围这么大 也就是呢 某一个国家的A公司 如果要做的东西 就用到了鸿海的专利 那么A公司做这个东西 每卖一颗 每卖一个 就要付给鸿海钱 对 没错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很重要 而且呢 除了鸿海以外 台积电很了不起 今年第一季啊 六百七十八件的专利申请 第一名 今年是第一季申请 那么多件呢 位居专利网 我问你喔 他的那个第一季的专利网 是不是很多的台积电专利 来自于高阶制程 没错 没错 五奈米 三奈米 两奈米 对 主要在这一块 所以开始 尤其五奈米 这一块比例应该是最大的 那去年呢 其实台湾呢 整个五千大的企业里面 表现非常好 全球因为疫情的影响 很多企业状况 并不是那么好 我们去年全台湾五千大企业 表现非常好 税后总共赚了三点三兆 赞 历史高 全球这个疫情的影响 很多企业可能还倒闭的都有 我们可以历史高 年成长二十趴 非常的好 这里面五千家里面的存益率九趴 是一九九九年 一九九年二十几年以来的新高 可见的台湾企业实力有多坚强 你能够抗疫情 能够抗利口 最代表的意涵 对 这个我们那么好的成绩 透露一个正面的讯息 第一个正面的讯息 就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价值 是全面的提升 没有我们 你们可能断这个断那个 断力 为什么很多的汽车厂商 晶片做不出来 来求台湾了 因为台湾供应链非常多 很多的产业都一样 所以这个凸显说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价值 全面的提升 尤其这一次疫情造成的一个影响 我简单问一下 全球供应链你会思考 台湾有多重要 或让全球什么供应链断了呢 晶片没了 半导体供应链断了 晶片买不到电动车 自驾车的供应链断了 洪海不帮你代工了 手机iPhone供应链断了 智慧琴手机供应链没了 再来 我想第二个来看的话 在全球产业供应链地位 最经得起考验 为什么叫最经得起考验 因为国际疫情那么严重 别人都没办法生产 只有台湾可以生 当然要感谢政府 我们就算有疫情稍微严重一点 也不至于会到停工的一个情况去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我们在供应链地位 是经得起考验的 防疫做得好 防疫做得好 而且你们缺什么 我们马上补上 你缺六吋的八吋的 台湾都有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Delta不是在国内 有一点点在扩散 不要慌 不要乱 反正配合著中央 配合著地方政府 该怎么做 我们就把它做好 只要国人再次团结 绝对能够渡过难关 对 没错 当然了 现在缴出那么好的成绩单 未来还是要有很多的挑战 所以中华征信所里面 提了三个可能要去留意的 要提防的 第一个通膨 第二个供应链的移动 第三个代工基地的调整 我一个人来跟大家讲 什么叫通膨 不是只有我们 我们今天不是刚公布 2.36的CPI年增率嗎 再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最新公布的消费者物降指数 CPI简称通膨率 联主会定的是2%的警戒 你看今年第三次突破2% 8月份的通膨率2.36是在变严重 对 不是只有我们美国也一样 欧元区一样 通膨都在加温 所以他特别提醒通膨在加温 企业可能未来需要提防 包括资金各方面的压力出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供应链的移动 因为美中之间的关系 你看我光台积电就好了 我到美国去设厂了 我要到日本去设厂了 我要到德国去设厂 大家在想供应链 从过去的中国红色供应链 开始扩散到很多国家去 因为我全部都靠你太危险了 美国也自己看到了 整个半导体 你华为发展5G 又要发展6G 我当然害怕了 所以他也要建立 所以我们供应链移动 我们要跟得动 包括不是只有台积电 很多的产业 可能也要跟着做一个变化 以前的常链 变成碎链跟短链 常链就是要这个链走过一遍 才能够做出来 现在这个链 反正有你应急 我就做得出来了 这就是供应链的转变 另外一个代工基地的调整 我们过去可能靠中国 但是这几年 我们确实现在进行是 开始往越南 中南亚移动 但是越南快饱和了 印度的疫情也很严重 那我们下一个代工基地 回来台湾里面 可能有缺水缺电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去调整 这个要调整 可能要调整到位 对未来台湾整个供应链企业 才会有比较大的帮助 讲得真好 这是我们台湾企业的实力跟底气 这些的困难如果不解决的话 那么再多的高价值的专利也白搭 握有专利是五行资产 来看一下完胜三星的三家公司 好了 中华企业 企业高价值专利 我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高价值专利 它是用五项 第一个 所谓的市场 还有战略 经济 技术 还有法律 五个层面来做一个评估 如果这分数很高的话 就纳入高价值的专利 请问一下 所以如果我握有高价值专利 收取的费用是不是更贵 对 没错 没错 我想这边排名的部分 是营收排名的这个顺序 五千大企业的排名 第二名是台积电 第一名是鸿海 第二名台积电 你看他专利数量 还有高价值的专利比 半导体摄像幕裡面 台积内有一万五千五百零五项 高价值的专利比高达了二十二 也就是呢 一百个专利当中 就有二十二个专利 是高价值的 一万五千多个专利 台积电很厉害 半导体 所以这个红色的 等一下看到 红色的就是胜过三星 完胜三星 另外呢 在电子数位資料处理裡面 这个有1239件 高价值专利比有十一个百分点 那静态储存装置裡面 九百五十四项 有十八趴是高价值专利比 其實都不错啦 台积電 難怪是一個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公司 什麼叫静态储存 就是跟記憶體相關有關係的 這個相關的專利 記憶體晶片相關 那下一個裡面 就引收排名第四的廣達 他在電子數位資料處理 就是說我用電腦 針對這個資料分析 這個處理的情況 總共有一些一百三十項的專利 有點像AI Big Data的解讀 對對對 然後高價值專利比佔一成十趴 三星只有七趴 也是超過你三星 廣達的十個專利當中 對一百個專利當中 就有十個專利是高價值的 對沒錯 在印刷電路板的部分 有三百九十三個 有十三趴的高價值專利比 天線有兩百三十一個 至於在人保的部分 一樣在電子數位資料處理裡面 他總共有八百五十一下 也是有十個百分點 是在高價值專利比 那也超過三星的七個百分點 所以寫紅字這三個都完勝三星 三星的比例都比他們來的低 還要低 我問你這兩個是不是就完全是 AI IoT Big Data 對沒錯就是這一塊 所以難怪要雲端 應該說數位資料 進行解讀跟處理 這三個是贏三星 那麼後面三個呢 紅海部分 當然企業排名 營收是第一名 還有導電連接的部分 有八百三十七個 高價值專利比 有七個百分點 導電連接是什麼 就是這個 就是我紅海組裝 導線架各方面連接 我要結合 包括我跟PCB板 怎麼樣組合 包括電路的組合 這個都有一些專利存在 那電子數位資料處理 一樣還有六百八的世界 畢竟下游的組裝上 也有四個百分點 印刷電路板也有三百六十五項 雖然看起來這個專利數量 這種沒有特別 他項目很多 所以他累積下來 有七萬多項目 因為在可能這個項目 在很多國家都有 他全部把它累積下來 那我問你喔 專利數量第一名的是紅海 回到上一頁 半導體專利數量 第一名的是台積電 這樣說對不對 沒錯沒錯 記住喔 好了再看紅海接下來 核數的部分呢 其實也是在下游組裝 電子數位資料處理 有四百九十二項 然後印刷電路有兩百五十二項 天線有一百零四 雖然沒有很多 但是呢 也有一定的專利水準存在 那偽創之通的部分呢 一樣電子數位資料處理 這就多了兩千零七十九 這個印刷電路有七十九 七百九十九 天線有九百一十一 其實這一塊呢 我看天線只有這兩個有 未來在網通通訊這一塊呢 可能是一個焦點 天線我們手機在這 天線是裝在哪裡 在裡面 然後NB也有 無線通訊各方面也都有 我懂了像我們電腦 打電話跟建成 建成可以跟我Line通話 手機也可以通話 裡面都有天線 才能夠收訊號 沒錯沒錯 最之後的5G 6G等等 天線用了更多 OK OK 專利越多 收取到專利費用就越大 對 越大 OK OK 了解意思 感謝建成了 超級精彩 謝謝您了 今天要不是建成帶出來 中華征信所這份的統計資料 還不知道 我們台灣企業五千家 您看 握有的專利如此之強 先講中華征信所 為什麼要調查這份資料的重要性呢 因為現在全世界每一家企業 比得什麼 無形資產 所以握有專利 你如果影響到我的專利 竊取我的專利 做出來產品外賣的話 我是可以告你的 你用到我的專利 我是可以收錢的 所以無形資產的專利握有越多 當然就越重要 台灣的專利申請數量 連續5年都這麼多 而且涵蓋的範圍是非常的大 我們國內企業握有專利數 最多的是鴻海 半導體專利數最多的是台積電 交到了台積電來請看 台積電 廣達跟仁寶 他們在這些紅字部分握有的專利 其中涵蓋的高價值的專利比 完全贏了三星 完勝三星 再來後面幾家 鴻海 河碩 偉創 握有的高價值專利數量 包括了專利總數也是非常的多 千萬不要小看 以上都證明了兩件事情 我們台灣企業一 專利數多 回到第一頁的紅字 透露了重要的正面訊息 你看我們台灣企業 在全球供應鏈中 價值是全面提升 台灣如果沒辦法出貨 很多的產業供應鏈斷鏈了 還有全球產業的供應鏈地位 我們是經得起考驗的 不管利空 疫情 襲擊之下 只要我們底氣夠強 專利夠多 基本上是沒那麼害怕的 以上結論 建成正確囉 講得真棒 感謝您了 進廣告 回到現場之後 慶隆也給您好棒棒 什麼棒呢 我們都看得到企業的一些 財報 季報 年報等等 其中涵蓋了重要的現金流量表 慶隆從現金流量表交換您 從哪些的細項看出 該公司請小心 未來可能是潛在的地雷 不要碰 不要買 怎麼看呢 怎麼看呢 發展一下 我已經在進入了 我可以說 還有 對 我可以說 那把鎮報 sür時候